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微信QQ建立的很多群 他会在群里分享生活的点滴 同时他还经常与网友们在抖音上互动 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四个月前 他在网上结识了一名在泰州工作的男子 两人随后陷入热恋 几天前两人分手 但他意外发现 才分手两三天的前男友竟然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 他一时接受不了 前几天分明还在热恋 怎么一转身就爱上了别人 他决定坐动车到泰州找前男友问名情况 并称 如果不来找我 我就死 哪知对方直接回了一句 那你就去死吧 该女子的情绪一下子就崩溃了 当天下午三点多到了泰州 等了几小时也没等到前男友 于是他就在QQ群里告诉网友们想要轻声的想法 经过民情劝解 该女子已由朋友接回南京 不苟相反 叫我拿银子不 För美 全然不同的时候找 gefragt 亭 说 然 我们 辅导 感谢观看